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完美世界》吧 这是陈东小说三部曲之一 其他两个分别是《遮天》和《圣虚》 那么 《完美世界》到底是哪里完美 有人说是十号最后成为了荒天帝 十号让他所统治的世界变得完美了 还有人说 《完美世界》是一个人的完美 遮天是一群人的遮天 上期我们说完十号在百段山收的几个小地的剧情故事 今天咱们远的不扯 近的不浪 就来聊聊《完美世界》至百段山里十号得到的那些宝贝 十号得到的第一个宝贝就是太义真水 在十号进入百段山之后 羽族的人不断找他麻烦 但是羽族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太义真水 在羽族找到太义真水的时候 十号果断出手抢了太义真水 坏了羽族的好事 这可把羽族的人气得败死 由于十号不想太义真水浪费 就自己当场喝了很多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吧 至于为什么说太义真水是宝贝呢 因为太义真水可以慢慢修复十号的至尊 并且还提升了一个洞天的实力 太义真水虽然不是武器类的宝贝 但是能修复至尊 提升战力 也算是一个四星宝贝吧 十号得到的第二个宝贝 就是一件武器类的宝贝 这件武器的实力和柳神一个等级吧 而且柳神还看不出这件武器的来历 你们知道是哪件武器吗 关注我下期看这件先王级别的武器